欢迎收看十月五号的财经SRZO 晚上好我是醒龙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走势 政府上周五提成了2019年财政预算案之后 云顶面对着双重的打击 拖累了大马股市下跌 全天下滑5.07点 收报1708.80点 汇率方面 受到美国选举影响 马币对美元的货币汇率 今天下跌至4.1730令吉 接着是今天的市场交易数据 本地机构及散户 今天近买入8,042万令吉 以及2亿9,814万令吉 而外资者近买出了3亿7,857万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企业Black & White的单元 单思里邻国泰大手笔发展云顶高原 直接和间接的提振国内经济 而市场原本以为2019年财政预算案 云顶将会安然无恙 殊不知 云顶竟然成为新预算案的最大受害者 根据2019年财政预算案 赌牌费将会从1亿2000万令吉 提高到1亿5000万令吉 同时政府也是20年以来 首次将赌场税提高10% 在两大利空的加工之下 云顶大马今天一度跌停 暴跌了30% 闭市时跌幅收窄到93仙 或20.48% 收报三令吉61仙 全场跌幅为第二大 成交量更高挂3亿7903万5000股 是全场最热门股项 云顶上周五就已经先跌一轮 而今天再滑落46仙 或6.39% 收报六令吉74仙 作为大股东的邻国泰 短短一天之内 身家就已经蒸发了 接近34亿令吉 预算案让云顶措手不及 却也有不少公司暗中窃喜 当中以雇员工资金局控制的 建筑公司马资源 效得最快怀 马资源不仅仅获得了 政府首肯将会以13亿令吉 买下该公司的 东部疏散大道EDL 该公司和乔治肯特财团 负责的清快铁三线工程 总值也设定为 118亿5600万令吉 在两大利好的带动之下 马资源的股价全天总高 2000或2.63% 以70%挂收 成交量达5120万8800股 换一个焦点 在美中交易之际 大马等出口导向的经济体 普遍忐忑不安 进而在电子电器贸易的 保持稳定之下 大马9月的出口 按年增长了6.7% 至830亿5000令吉 越高于市场预期的 6.6%的成长率 贸工部公布了 虽然中国依然是 大马最大的出口市场 但出口额 微跌了 0.6%至113亿2000万令吉 9月大马进口总额为 677亿8000万令吉 按年下滑了2.7% 而贸易的总额 则跃升85.9% 高挂152亿6000万令吉 提下2008年10月以来的 近10年最高的记录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谢谢大家